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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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教學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蜜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一個新遊戲 叫做圖拉珍廣場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玩過圖拉珍呢 它就是同一個作者的作品 也叫做圖拉珍廣場 想必他一定非常的崇拜 圖拉珍這位偉大的軍王 那我們這邊玩家 就是扮演著這位軍王的一些部下 要為他來殖民地做事情 做建設 然後還要幫他蓋圖拉珍廣場 身著一個偉大的領袖 他蓋的一個華麗榮耀的廣場 是的 所以我們在遊戲中呢 要不斷地派遣我們的工人 有護民官 有工人 然後有一些助手 還有各式各樣的一些幫助 就是我們要利用這些人們 然後去努力他們 把他們榨乾 對 他們能做什麼事 欸 對不起 我們要好好的使用他們 讓他們發揮他們最大的功效 然後我們可以好好的蓋一個完美的圖拉珍廣場 就是我們遊戲的目的 好 那在我們介紹圖拉珍廣場 要怎麼蓋設以前呢 我們先請大家幫我們按讚 按分享 然後呢 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這樣子呢 我們會有更多好玩的遊戲 你都可以看得到喔 而且還可以把圖拉珍廣場跟大家分享一下 讓大家一起來建設我們偉大的圖拉珍廣場 好的 那我們來進一下遊戲怎麼介紹 好 我們的圖拉珍廣場呢 總共有三個回合 每個回合呢 都會有一個人來當起始玩家 可能是長得最像圖拉珍的人吧 然後呢 下一個回合就會傳給左手邊的玩家 所以我們其實玩家會順時鐘一直傳遞 直到三個回合結束以後呢 我們就會計分 好 那每個回合呢 我們都會照固定的流程來做事情 首先呢 我們要先大家一起做三件事情 第一個事情呢 是說我們要打開兩張街道卡 我們現在是第一時期 所以我們就開第一時期的兩張 把它放在這個圖板上面 好 那這個街道卡呢 上面畫得很漂亮 你可以欣賞一下 可是重點呢 是最後下面的這兩個圖案 對 其實只要看這兩個圖案就可以了 好 第一個呢 這是白色的一隻牛 所以我們就要對應我們的殖民地上面 有白色的牛的圖案的這一排 然後另外一個如果是這個橋的話呢 我們就要對應我們的殖民地上面 有黑色的橋的這一排 那我們分別可以在這兩排 一個直排 一個橫排裡面呢 各拿一個市民把它拿起來 然後做選擇 好 例如說我想拿這一個 然後橋的話呢 我想拿這一個 好 那我就可以看這兩個市民 裡面是什麼內容 然後你看完以後呢 選擇你比較想要的一個 把它留下來 留在你自己的地方 然後另外一個呢 順時鐘傳給你左手邊的玩家 就把它傳給他 所以同時你右手邊的玩家 也會傳一片給你 好 這是我右手邊的玩家傳給我的 那我就會有兩個市民嘛 一個是我自己選的 一個是別人給我的 兩個都先放在這邊 然後輪到我的時候 我就可以選一個來做動作 所以這個是我們一開始要做的三個行動 就是大家可以同時一起做的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會照玩家的順位來做行動 所以如果我是其實玩家的話呢 我就會第一個開始做行動 接下來就是每個人都會輪流 做一次自己的行動 我們行動呢 總共有幫助卡上面有寫 總共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事情呢 就是說剛剛別人給你的這個市民 還有你自己的這個市民 你可以選一片 選一片把它留下來做事 那如果我選的是這個 白色跟咖啡色的工人的話呢 那我就可以拿一個 其實白色叫護名官 我就可以把它拿一個起來 然後咖啡色的是助手 我就可以把他們兩個帶回家 對 然後這一片呢 用完了就會放在我的這個 圖板的右下角 然後另外一片呢 沒有用到 就會把它放在我圖板的這個 右上角 然後就是別人的 別人家來的客人 對 我就把它好好的放在這邊 好 那接下來呢 第二個動作呢 我們就可以選擇 我們要蓋什麼房子 對 蓋什麼建築物 那如果說 你想要蓋有顏色的房子的話呢 你就必須要支付對應顏色的工人 例如說我想要蓋紅色的建築 那我就要棄掉一個紅色的工人 你就可以蓋一個這個紅色的建築 那相對的就是棄黃色就是蓋黃色 藍色就是棄藍色 綠色就是棄綠色工人 那如果你沒有這些顏色工人的話呢 你就不能蓋有顏色的房子 可是另外一個選擇是說 你可以用灰色的 灰色的這個是建築師 他很厲害他會蓋一些公共建設 所以那個灰色工人的話呢 你就選擇可以蓋市場 或者是蓋這個圖書館 或者是蓋圖拉針的這個柱子 或者是呢蓋一個法院 就灰色工人的力量好像比較強這樣子 好 那蓋回來的東西呢 都會放在你家的空閣處 請記得一定要是空閣喔 如果上面有人站在那邊的話呢 你不能把他趕走 就是他是在那邊居住的市民 所以你不能把他趕走 你必須要有空閣的地方你才可以蓋 然後你也可以選擇一次蓋兩棟建築 如果你有兩個空閣是連在一起的話 你可以蓋 例如說我蓋紅色加灰色的工人 我就可以蓋這種兩片連在一起的紅色加灰色 然後把它放在這個兩格空位裡面 這樣我就可以一次蓋兩個建築 或者是你也可以選擇 例如說我有兩個綠色的工人 那我就可以一次丟掉兩個綠色的工人 就可以蓋這種兩個綠色的建築 那一樣也是只能放在有兩個空位的地方 這樣子會有不同的功用 我等一下就解釋給大家聽 好 這是我們的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就是蓋建築物 那我們蓋建築物會帶來一些好處 什麼樣的好處呢 首先我先講就是有顏色的 紅黃藍綠的建築物有什麼好處 紅黃藍綠的建築物呢 就是說你可以派你的市民去圖拉針廣場 就是幫忙建設 那可是如果你這邊只有一個市民 在你的圖把右下角 如果只有一個市民的話呢 你就只能去一個 如果你有兩個市民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去兩個 所以說像我蓋了兩個綠色的房子 那我就可以把這邊的兩個市民 派到圖拉針廣場上 任何一個綠色的地方 像例如說這邊是三個綠色格子 我可以放在這邊放兩個 可是有一個條件是說 你必須要把同一個建築物的顏色區塊 給全部蓋完 你才可以放去另外一個同顏色的建築物區塊 簡單說來就是說 我這邊綠色有三格嘛 那我只蓋了兩格 所以我就不能去別的綠色區塊做建築物 除非就是例如說別人來蓋走了 好那這個綠色區塊就完成了 所以我就可以去任何一個其他的綠色區塊了 對其他顏色區塊也是一樣的規則 就是我們一定要蓋完我們同樣顏色的區塊 才可以去其他同樣顏色的區塊 好這是我們的有顏色的建築的功能 那你可以用另外一種就是灰色的建築師呢 來蓋灰色的建築物 這些建築物呢功能性比較強 就是說你不會把你的市民派到圖拉針廣場上面去 可是呢你可以把灰色建築拿回來放在你的殖民地上面 那灰色建築物分成幾種 就是剛剛有講過有圖書館有市場有法院還有圖拉針柱 那你就可以任選一片 然後放到你自己的這個廣場上面 對然後之後呢你就可以提升你的這個對它的貢獻程度 例如說我蓋的是圖書館 那我這邊圖書館的這個柱子呢就可以往前進一格 然後我就可以得到相對應的獎勵 那如果我一直蓋圖書館前進到最底的時候呢 我就會這邊有寫一個這個圖拉針柱 因為我們蓋圖拉針柱是不會有任何的東西可以拿的 我們蓋圖拉針柱呢就是提高我們帝王的榮譽榮耀 所以就是呢加分 對還會幫我們加我們的榮譽指數 對所以蓋圖拉針柱的話呢 會加這邊的這個圖拉針柱的分數 那第一回合是三分 第二回合是兩分 第三回合是一分 所以越早蓋 你對這個帝王的貢獻就越高 然後它也會加上就是你總共有幾個這個 在這個市民的殖民地工作的這些市民 它會加上這邊的分數 那一開始其實會有一個 所以如果說你現在第一回合蓋圖拉針柱的話呢 你就會加三分 加一分就是加四分 好那如果之後你這邊有很多人的話 就會分數越來越高 可是呢回合數月後面的話呢 就加柱子的分數就會越來越低 好這是我們灰色建築物的功能 好那我們補充一下 在我們的回合行動的幫助卡的背面呢 有一些額外行動 還有我們市民可以做哪些工作的介紹 好那我先來講一下這些額外的行動 那我們的那個它又形容說 建築師就是可以蓋灰色的建築嘛 然後彩色的這些工人就是可以蓋不對應顏色的建築 然後呢助手你會想說這咖啡色助手是幹什麼的呢 它就是可以讓你加上一個有顏色的工人 這兩個咖啡色加一個有顏色的 你可以換成任何一個顏色的工人喔 所以說例如說我很缺黃色的工人 我就可以用一個咖啡色的助手加隨便一個藍色的工人 去換一個黃色的工人回來 這樣我就有黃色的工人可以用了 助手真是好棒棒 它就是去搶人回來的概念 結果這個人我不要了 我去帶去換一個回來這樣子 這是助手的功能 然後呢另外一個白色的也會想說這是幹嘛用的咧 它叫做護名官 護名官就是讓我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不是每個回合就是對手會給你一片這個市民片片嗎 然後你自己也會有一個市民片片嗎 你可以二選一 那如果你這時候兩片都很想要 我有選擇障礙怎麼辦好想要喔 那我就可以使用兩個白色的這個護名官 我就可以呢把這兩個行動都做 就兩個那個兩個東西都可以拿得到 對所以你就就會多一個片片可以拿 對所以護名官它也是很好用的喔 那接下來呢還有 他要跟你講說錢是幹嘛的 錢就是拿來付工作的人的那個薪水 然後呢如果你看到箭頭啊 然後有格子上面有箭頭 就表示說你可以移動這個圖拉針的這個頭像的這個計分條 對就是輔助說明卡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這個市民的工作呢 第一個就是說 你放市民去圖拉針廣場的時候 你可以忽略顏色的限制 就是你不需要把同一個顏色的區域放滿 你才可以放去另外一個同顏色的區域 你就可以隨便你要怎麼放就怎麼放 就是忽略這些顏色的限制 而且呢熊一格原本是它的上下左右才會計分 可是呢如果你有這邊有市民的話呢 你就連斜對角都可以計分 所以這樣子我原本如果沒有這個市民的工作的話呢 我就只有一分兩分 因為它只有上下左右只有兩個 可是如果呢我有開這個市民的話 我就會變成一二三四五六 六也都會計分喔 所以說開了這個的話好處還蠻多的 你的計分會變多 然後呢第二個呢是說 當你每次得到這個獎盃的時候呢 你可以多拿一個 可是要不一樣的獎盃 對什麼叫獎盃 就是說當我們去把同一個顏色的 例如說這個藍色格子 我蓋了最後一個藍色的格子 在同一個區域 那我就可以得到一個獎盃 就是紀念你說你把這個區域給完成了 對所以你就可以這邊有獎盃可以拿 獎盃你可以選說你要拿一個護名官 或者是拿一個助手 或是拿一塊錢 或是把那個圖拉針頭像推一格 或是得兩分 你可以任選 那如果你這邊有市民工作的話呢 你可以選兩個不一樣的獎品 所以它就讓你的獎品會變得更多喔 好我們第三個工作呢 就是說我們可以把圖拉針的聲望條翻面喔 翻面以後你會發現 哇他的頭像換位置了呢 他的頭像本來在比較前面 現在他改到比較後面去了 所以你跟圖拉針頭像相關的計分就會變高喔 而且呢他還可以就是讓你 每一次推圖拉針柱這個聲望軌的時候呢 你可以直接推到有樹的位置 例如說我這邊有樹 好那就是正常往前推一格推一格推一格 可是後面呢 你就可以一次推兩格 因為他要兩格以後才有樹 所以如果說看到箭頭的話呢 你就可以直接推到樹的位置 然後又直接推到樹的位置 你就會推的比較快 比較快的話呢 你得到的分數也會就比較高 所以這是我們的第三個工作 那我們第四個工作呢 就是比較實用一點的 比較生活方面一點的工作 就是說你可以用一塊錢去換助手 換一個助手 或是你可以用助手去換一塊錢 然後呢你也可以用一塊錢去換一個護名官 或是用護名官去換一塊錢 都是可以互換的 這三個東西可以互相轉換 而是呢這些功能呢 是一回合只限用一次 你不能就在那邊一直換來換去換來換去 就是一回合只能用一次 好所以他可以還蠻實際的一個功能 就是讓你轉換的資源比較好使用 好我們第五個工作呢 就是可以讓我們的助手變得更好用喔 因為我們本來助手 不是他一定要加一個有顏色的工人 兩個才可以去換一個別的顏色工人回來嗎 可是呢如果我們使用了第五個工作 有放人的話呢 那我們只要一個咖啡色的助手 就可以去換任何一個紅黃藍綠其中一個顏色工人回來呢 而且一回合可以換兩次喔 有沒有非常的划算有效率 我們的助手就變得好棒棒 一個人當兩個人用這樣子 沒有一個人可以換一個人 然後可以換兩次OK 好那我們最後一項工作呢 也是增加我們助手的能力 因為剛剛那個工作呢 他只能換有顏色的工人回來 那這個最後一個工作呢 就是說我們一個助手可以把它換成灰色的建築師 建築師比較厲害 所以說他可以去換一個建築師回來 對所以說這兩個功能如果都開的話呢 你的助手又變成萬能的了 就什麼顏色都可以換 除了白色以外 那如果你下面三個工作你都有人的話呢 你就是真的變萬能了 就是助手又可以換錢 又可以換白色灰色又可以換任何顏色 對所以下面三個功能是比較實際面的 就可以讓你做資源的轉換 那上面的工作呢就是提高你的計分能力 或是得到更多的獎賞 好這就是我們一般市民可以去擔任的工作職位 好接下來呢我們看一下我們的輔助表 當我們呢每個人都做完這個 剛剛講的就是選那個一個市民 還有蓋房子的動作之後呢 我們大家就會開始一個計分階段 計分階段首先呢我們要先付我們的在工作的市民 一個人要付一塊錢 那同一排的就算是同一個人 同一個單位所以也只要付一塊錢 像我這樣子的圖板上面呢 有三個在工作的市民 可是它有兩個是同一排的 所以我就只要付一塊錢兩塊錢 總共只要付兩塊錢 那如果我付不出來的呢 那我就這些市民他就會自動離職 就是這個老闆這樣不付薪水 就會把它蓋起來 就以後他就不做事了 你就等於沒有這個工人 對它就會馬上就跑掉 好然後接下來付完錢以後呢 我們會叫我們的起重機 我們剛剛有沒有把它給打開 什麼叫打開起重機呢 就是我們在我們的殖民地的四個角落 有四個顏色的起重機 那如果你剛剛有把起重機上面的片片給移除的話呢 你這一回合計分階段就會計算這個起重機的分數 那如果你開的是藍色的起重機的話呢 我們就會計算你的殖民地上面總共有幾個藍色的建築物 那你建築物的話呢 例如說我有五個 在第一回合的話呢 一個建築物是三分 第二回合呢一個是兩分 第三回合一個是一分 所以如果說你第一回合 你就蓋了五個藍色的建築物 然後打開藍色的起重機 這樣你就會得到五乘以三 你就會得到十五分 所以說你可以一次就是幾乎都是蓋同樣顏色的建築物 這樣你把起重機打開的話 這樣分數會計算的比較高 那你起重機如果計算完畢 加完分以後呢 它就會翻面 就會變成灰色的 這樣它就不會再有任何的功能了 我們起重機每一個都只能用一次 對所以大家要謹慎評估就是使用它的時機喔 好我們第二個計分呢 是說我們灰色建築物 我們會每一個橫排都計一次分 那我們要怎麼看一個橫排是幾分呢 就是在這一個橫排工作的市民啊 如果沒有人在這邊工作的話呢 那你就是一個灰色建築物一分 那如果有一個人在這邊工作的話呢 那就是一個灰色建築物 這一個橫排是兩分 然後如果三個 兩個人在這個建築物的橫排工作的話呢 那你有一個灰色建築物就是三分 所以說例如說我在這一個橫排 蓋了三個灰色建築物 然後我有兩個市民在這個橫排工作 我就會得到二乘以三就是六分 這樣子我們每一棟灰色建築物都會有加分喔 對而且它不會消失 它是每一回合都會計分的 所以灰色建築物的加分也是蠻多的 好我們第三個計分呢 就是看我們圖拉針廣場上 我們市民連在一起的數量 假設像這樣我有四個市民連在一起 那我就會看這個我們上面的這個圖拉針計分表 我有四個嘛 所以就看這個四到五 四到五我下面如果寫兩分 那我就會加兩分 因為這個是會移動的 會有一些特殊的功能板塊 它可以讓這個來往前面增加 所以說如果我在這個位置好了 那我的四個工人呢 連在一起就會加七分 就會有不同的計分方式 對所以當然是越多市民連在一起就越好囉 那第二個方式呢 就是說我們有熊陰板塊在圖拉針的這個廣場裡面 那我們只要是在熊陰板塊的九宮格以內呢 我們只要有一個市民就會加一分 好一個市民就會加一分 所以說蓋在熊陰格的附近呢 可能是還不錯的就是市中心的感覺 所以說這個計分也是蠻重要的喔 那我們最後一個計分方式就是看我們圖拉針這個帝王給我們的任務 每個回合我們都會開一張這個他給我們的任務卡 那我們就會結算說這個任務卡我們完成了幾次 像這個任務就是說你的灰色灰色的這個房子 就是原本在圖板上面就會有那個灰色的房子 他的上下如果都有彩色的建築物 就是紅黃藍綠灰都可以 他的上下如果你有蓋建築物的話呢 這樣就算是一組 那一組的話呢我們就會加這個圖拉針頭像的分數 頭像就是說在你圖板上面 他在哪一個位置就是加幾分 例如說我在這個位置 頭像下面是四分 那我就是一組會加四分 好下面這個也是另外一組計分的方式 像這一張牌就是寫說 你有兩個不相等的東西 就是槌子或是柱子或是這個包包 在這邊工作 像我這樣就有一組不相等的 因為我有一個槌子跟一個這個錢袋 就是小包包 所以我有一組 然後再配上說 如果我這邊的工人有的話呢 這樣就算是一組 有一個算一組 所以我這樣就可以配出一組 這樣也會加就是圖拉針頭像下面的分數 所以就是算說上面加下面 你總共有幾組 所以乘以圖拉針頭像的位置的分數 就是你這一回合得到的圖拉針任務的分數囉 那每一回合呢都會照這個順序來做事情 然後計分 所以三個回合之後呢 我們計分完以後 就是我們的真正的分數了 我們沒有任何額外的資源會計分喔 就是不管你有錢啊 或者是什麼工人啊 這些通通都不算分 通通都可以丟掉 全部都丟掉 對 壓自己收 就是你剩的東西都可以丟光光啦 都不算分 然後就是剛剛那些計分的分數 那如果你獲得最高分數的人 就恭喜你成為圖拉針帝王最高關階的市民喔 就成為了貴族 所以說你就很適合在圖拉針底下做事情 就是幫他建設殖民地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我們的心得分享 如果你喜歡圖拉針的我朋友 你絕對不能錯過圖拉針的第二個相似的遊戲 叫做圖拉針廣場喔 他其實機制呢 都跟圖拉針有一點點的類似 所以大家可以玩玩看 然後呢我還覺得他有一點點像王國建造者 因為王國建造者呢 也是我們大家要去建造這個王國 然後你必須就是要 你同一個顏色的區塊都把它蓋滿以後 你也才能再去另外一個相同的區塊來做事情 對所以跟王國建造者的規則也有一點點相似 那還有一個遊戲我覺得也蠻類似的 就是伯根帝城堡 因為伯根帝城堡他也是必須要在自己的版圖上面 不斷的蓋建設 而且你同樣的建設呢 蓋的越多呢 你的好處就越多 所以說他也是 拿板塊回來 然後伯根帝是骰骰子 你骰到什麼骰子 你就可以做什麼事情 那這個圖拉針廣場就是說 你拿到什麼樣的市民 你就會得到什麼樣的獎勵 你就可以去做 你的這個版圖上面的建設 所以說你喜歡玩圖拉針啊 或者是伯根帝城堡啊 或者是王國建造者 你都可以玩玩看這個圖拉針廣場喔 我覺得他的相似度有一些些啦 那如果你覺得不像的話也沒關係 請不要怪我 這都是還蠻好玩的遊戲啦 都推薦你們玩玩看 然後那我覺得這遊戲有趣的地方呢 就是說你可以蓋不同顏色的建築 這樣你會有不同的玩法 第一種呢就是說 你去蓋有顏色的建築 就是紅黃藍綠這四種建築 然後你去啟動那些啟動機 比如說你先蓋非常多紅色的建築 然後去啟動紅色的啟動機 你這樣就會得到非常多的分數 然後再去蓋另外一個顏色的建築 再去蓋另外一個顏色的建築 然後再翻啟動機 這樣子你就會得到很多很多這種 啟動機的分數 然後呢 你也可以得到就是 這些上面就是熊陰鬼啊 或者是你這市民連在一起的分數 因為你蓋有顏色的建築 你的市民就可以一直上去嘛 這樣你每回合計分也會比較多 然後第二種玩法呢 就是蓋灰色的公共建築物 灰色的建築物呢 就是會讓你的市民的工作 變得比較厲害 比較有效率 因為呢 剛剛有講說 同一排如果你工作的市民有兩個的話呢 那一排的灰色建築物就會加三分嘛 所以說如果你一直蓋灰色建築物 然後你又派很多市民去工作的話呢 那你每一回合這個加分的 加分量也會非常的可觀 所以就大概可以分成這兩個路線 就是蓋灰色建築物 或是蓋有顏色的建築物 大家都可以試試看喔 那就推薦給大家這個圖拉針廣場 謝謝大家今天看我介紹的圖拉針廣場 那如果你支持我的話呢 請在我們的頻道按訂閱 然後幫我們的影片按讚還有按分享喔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話呢 也請拜託支持一下我的最新創作寫真專輯 叫做純蜜 純蜜的話呢 你來秘密基地桌遊專賣店購買 還會送你一盒桌遊狼人真言喔 非常非常的划算 因為他們兩個價錢是差不多的 等於是買一送一的概念 所以說很歡迎大家來秘密基地桌遊專賣店 可以跟我一起玩桌遊 也可以購買我的專輯 還會送你桌遊喔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呢 你也可以就是留言在我們的影片下方 例如說 李密很漂亮阿 例如說 這個圖拉針廣場很好玩阿 或是我哪裡交錯阿 或是你想要我介紹什麼遊戲 任何意見都可以留言在我們的影片下面 那我們看到的話呢 都會盡快回覆您的喔 然後推薦一下我的專輯好了 就是裡面呢 不但有160頁很豐富的寫真 有各式各樣的性感照阿 運動風阿 生活風阿 或是寫真集風阿 各式各樣的照片風格都有 而且呢 還有十首歌的CD 總共有十首不一樣曲風的歌曲喔 我真的是非常用心在做這次的音樂 而且裡面有五首歌 是我自己的歌詞創作 歌詞創作的心得呢 我也都有寫在每首歌的下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而且呢 如果想當藝人阿 或是想進演藝圈的朋友 也可以看一下我這邊有 從出生到現在 就是有關於表演工作 還有我的一些生活的背景阿 之類的 就是工作的一些經歷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你想要當藝人 或是表演人員的話 都可以參考一下我的 這個最新創作寫真專輯 純蜜喔 好 或是你在線上的音樂平台也可以購買 或是你在YouTube上面搜尋 李蜜純蜜 也可以看到我總共有六首歌的MV喔 非常非常的豐富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下 那我是秘密集結的李蜜 今天很謝謝大家的觀賞 大家掰掰囉 今天太澎湃喔喔喔喔 就為自己膜拜 我想說喔喔喔 背外人迷好都讓我想被愛 我照樣放心為愛 我想說喔喔喔 上天都還在笑了太可自在 這樣扮動表白 兩天先展開 精心的展開 要呼吸感受 背影有存在 要趕快拋開 往心的放開 要喊誰痛快 插開 兵把美脫愉快來 不用給我愛來 只要給我搖擺 讓身體好好 被對待來 請給我節拍來 不用給我脫胎 會感到麻煩 誰要先進 一直打開 要不要讓身體 請妳回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